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善知识慈悲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自了冒昧报告的题目是 舍耳递听 上次谈了念佛的秘诀 时时做临终响 接下来应该谈谈念佛的方法 有些人念佛的时候 专心在字上 精力集中在脑海里 要清晰地浮现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念佛的方法 我们请民国三位大德来开示 他们都是念佛的过来人 夏连居老居士 绿航老法师 印光大师 绿航老法师是夏老的学生 是我们的大恩人 他把无量寿经汇集本 从大陆带到台湾 李老居士遇到了 后来教给师父上人 我们今天才能看到 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是 舍耳递听 即是听声音 用耳朵认认真真的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一 夏连居老居士 听佛宣迹 一 原文 法门无量 要在明心 功高益尽 无如念佛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阴闻 欲成三昧 先修耳根 一切始终 佛号力燃 声不悦俏 耳听长满 随缘自在 文性内勋 思砖响集 至勤荣朗 博士本诀 念是史诀 以念启文 以文修念 文即是念 念成于文 有念碧文 无文非念 有念念习 无文文尽 从文入流 反文自信 但能生生唤醒自己 即是念念长觉 但能不随颠倒 即是翻破无名 初则备尘相觉 即则始觉和本 九则十本相拟 自然能所两望 二 略是 以用下老居士 敬语的原文 连贯起来 略是他上面的 听国宣迹 即是 用下老的话 来解释他自己的话 此方真教体 大药在心听 原通先从耳根正 念来自聚用心听 自幻自省还自应 妄想千般都莫管 生生佛号要分明 一句六字真经 循环莫叫暂停 无论苦乐动静 耳边利利佛声 防备静缘迁转 如护声鸟风灯 护容护涉以心听 听久转凡能入圣 闻勋闻修 闻自信 一根还原诸根静 听时更比念时真 督涉六根学士智 反闻自信奉观音 自乎自省还自知 念佛见佛成佛史 生合乎心 心应乎生 心生相依 妄念自清 始觉究竟几本觉 我能心口字字相应 静踪功夫 十德八九 我能念到心静如一 方知真空 不离妙有 一生佛号一生心 念念弥陀摄六根 字句分明耳应口 凡情消处见词 自尊 此事连宗真途境 纯以音声续会命 二 律行老法师 病耳念佛法 念佛宗旨 本为设心专注一境 令散乱心 建成片段 乃至一心不乱 若欲达此目的 必须将阿弥陀佛四字鸿鸣 四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听得明明白白 但耳根对生辰 须由听力强锐 方能格外清晰 并耳者 集合并两个耳根的听力 用在一个耳根上 试看古人射箭 金人放枪 当他瞄准时 解闭一眼 用一眼 视力格外分明 而听力 异负如是 律行初学词法时 先将右耳听力 坐意并在左耳 听一百声 再将左耳听力 并在右耳听一百声 然后两耳平均听一百声 或者设心计数 出三声注入左耳 次三声注入右耳 再四声二耳一起听 共为十声 如是回圈练习 不过一跃 大见功效 一往妄念分持 献音听力特别增强 见受约束 偶起妄念 随己觉知 日久自成习惯 不必坐意并耳 而自然并而已 精云 此方真教体 清静再因文 则持明念佛者 诚不可不 加强听力 三 应光大师开示 督赦六根 一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 乃以 比被诀 何臣之生灭 转而为 被尘何绝之生灭 以其正与 不生不灭之 真如 佛性也 今人若不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念佛 绝无实证之希望 二 赦心念佛 为决定不义之道 而赦心之法 为反文最为第一 三 念佛下手 最要莫过于听 听则心尘而依 所谓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者 四 当时常自念自听 大师至菩萨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 即注重于听之一法耳 五 念佛之要 在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 与督赦六根 只常听自念之佛声 则得知矣 六 念佛之法 各随机矣 不可执定 然于一切法中 则其最要者 莫过于摄耳地听 七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 心念 耳听 字字句句 念得分明 听得分明 便是往生正音 八 督赦六根 而念 为敬念 念佛时 常听自己 念佛音声 即使督赦六根 之下手处 切须注意 九 听即督赦六根 之法 此法 无论上中下根人 用之皆有意而无弊 凡一切人皆以地听告之 十 念佛一法 礼即高深 事甚平常 欲求心佛相应 第一是智诚恳切 第二是听 梵文念佛声 诚听 坚道 昏散自除 十一 摄心方法 种种不一 随其人之 根弃用之 自得其意 若福最伟 切要之法 总不过 大事之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八字 十二 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听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从朝至目念 从朝至目听 比贪多贪快 而含糊不清 功效悬殊也 十三 念佛之时 必须摄耳地听 一字一句 悟令空过 久而久之 身心归一 听之一法 实念佛要法 无论何人 均有力无弊 功德甚深 十四 冷言经 大事至 元通张云 督赦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 即使赦耳地听之法 当依此而念 不致仍旧 妄想分非耳 十五 所言心 口耳 悉令清除者 即督赦六根之法 则也 心即易根 口即舌根 心口念耳耳听 眼鼻绝不至向外持求 深意不至居傲放肆 今人念佛多多都是不肯认真 故无效耳 十六 须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即默念 亦须常听 以心亦起念 即有声相 自己之耳 听自己心中之声 故明明了了也 十七 无论声末 均须舍耳地听 能常听见念佛的声 则心自归一 此法最稳当 无论上中下根 均可得意 绝无受病之余 十八 都赦六根 入手再听 无论大声念 小声念 不开口心中默念 均须字字句句听得清楚 此念佛之秘诀也 信愿行三 为净土刚要 都赦六根 为念佛秘诀 知此二者 更不许再问人意 十九 念佛之要 再与都赦六根 当念佛时 赦耳地听 即是赦六根 之下手处 能至心地听 与不听而散念 其功德大相选书 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 皆可用 皆可得意 有利无弊 一令一切人 皆依此修 二十 当念佛时 或生或末 均须舍耳地听 不令一字一句 滑口念过 大势至菩萨 所谓都赦六根 敬念相继者 即此 随念随听之 一法也 果依此说 决定往生 若或讨巧 定成大拙 自悟悟人 害其有疾 二十一 须知都舍 注重在听 即心中默念 也要听 以心中 启念 即有声相 自及耳 听自己 心中之声 仍是明明了了 果能字字句句 听得清楚 则六根 通归于一 较比修 别种观法 为最稳当 最省力 最弃理 弃机也 二十二 念佛法门 以信愿行 三法为宗 念佛之要 在于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与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无论行住 坐卧 常念佛号 或生或末 皆需听己 念佛之声 躺能如是 则夜宵至朗 仗尽服从 凡所作为 皆兮顺遂 二十三 无人果能 具真信 切愿 如子一母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而念 即使 以示之 反念念自信 观音 反文文自信 两重功夫 荣于一心 念如来万德鸿鸣 久而久之 择己众生夜室心 成如来秘密藏 所谓以果地诀 为因地心 故得应该果海 果彻因缘也 二十四 念佛必须摄心 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皆需字字句句 分明了了 又须摄耳地听 字字句句 那与心中 耳根一舍 诸根无由外持 数可素质 一心不乱 大势至所谓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者 即此事也 文书所谓 反文文字信 信成无上道者 亦即此事也 二十五 念时须心中念得清楚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即不开口 心中默念 亦须字字句句 听得清楚 以心一起念 极有声像 自己之耳 听自己心中之声 仍是明明朗朗 能常听得清楚 则心归一处 神不外持 故言也不踏实 笔也不踏秀 身也不放矣 故名都舍六根 如此念佛 名为敬念 以舍心语佛号 则杂念虽尚未全无 然以轻简多多矣 若能常常相继 便可浅得一心不乱 身则得念佛三昧 二十六 无论行柱坐卧 我身末都要字字句句 心中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莫念不开口 心中仍有声 自己的耳 听自己心里的声 与开口朗念无异 此为念佛最切要之妙法 且不吃力 能言经大事至菩萨云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而能听得明白 则六根都舍无异 如此而念 名为敬念 敬念能常相继 则可得念佛三昧 二十七 预设妄念 第一 要心存恭敬 常若身在佛前 不敢起别种念想 第二 要字字句句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清清楚楚 则妄想自渐渐消灭 即默念也要听 以心一起念 即有声 自己的耳 听自己心里的声 仍然明明了了 能言经大事至菩萨云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注重在听 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 心即意根 口即舌根 听即耳根 心念口念耳听 此三根一摄 言也不会东张西望 笔也不会闻别的气味 身也不敢放异懈怠 顾名都舍六根 都舍六根而念 自无污杂妄念 顾名敬念 敬念必须要常常相续不断 顾名敬念相继 能敬念相继 久而久之 则得念佛三昧 此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为得三昧之第一妙法 顾云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三摩地 即三昧之别名 如此念之 绝有敬念 常存 妄念全无之一日 二十八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久而久之 即众生 夜市心 诚如来秘密藏 则有三昧宝 正十相宝 方知此宝 便满法界 赋予此宝 普施一切 舍尔地听 并不只是 印光大师提唱 古来大德 都是这样教人 随举一例 偶艺大师 我们看 弥陀要解几段话 唯以信愿 直持名号 则一一声 息聚 多善根福德 信愿行三 生生缘聚 所以 明多善根福德 因缘 所持之名号 真实不可思议 能持之心性 亦真实不可思议 持一生 则一生 不可思议 持十百千万 无量无数生 生生皆不可思议 直此心愿 庄严一生 阿弥陀佛 转结着 为清净海慧 转见着 为无量光 转烦恼着 为长脊光 转众生着 为莲花化生 转命着 为无量寿 祖师这里都用生 一生阿弥陀佛 生生阿弥陀佛 他不用句 通常我们说一句阿弥陀佛 大师的措辞 不是无地放尸 不是随随便便 这是有他寒藏的意思 提醒我们念佛的方法 听声音 舍耳地听 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报告过程 恐有错误 恳请师父上人 及诸位善知识 批评指证 不吝赐教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我们听了 治疗法师的报告 也看到 第一篇的文字 确实 是他对我们大家 最好的供养 他这些年来修行 没有白费功夫 没有浪费光阴 确实有信的 这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 为什么他有成就 我们的成就比不上他 原因何在 经论上说的 祖师大德教导我们 他认真去做 确实是一门深入 常识寻求 他做到 我们懂得 也会说 但是自己 没做到 所以他确确实实 是给我们心得报告 第一篇东西 对念佛人 尤其是念佛功夫 不得力的人 那 长时间的念佛 念了几年 念了几十年 功夫依然不得力 原因在那里 听了这份报告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的念佛不如法 他举出 这三个例子 夏宁宇老爵士 律行老法死 《楠言经》上 所说的法门 映光大师 文超 他用的功夫最深 他的根底 是从文超上 点点 映光大师 一声叫人 他就记得很清楚 重要的开始 他随手可以念来 所以一门深入 尝试迅修 读书千遍 其一字箭 我们知道 没真干 尤其是念佛 念佛最重要的 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你从心身 念佛这个念头 从心身 从口里都念出来 从耳朵听进去 这样就能够舍心 许多人 念佛时间很长 不能舍心 就是杂念很多 用念佛的方法 杂念去除不掉 于是怎么另外想别的办法 觉得自己业障很重 去寻找其他的方法 小业障 殊不知 念佛是最好 小业障的方法 我们不懂这个方法 或者听了不相信这个方法 为什么不相信 我们学习的时候 功夫不够 不是几句就能舍心 要养成习惯才能舍心 还没有养成习惯 就想换别的方法 这就坏了 而不能够一个方法坚持到底 这里说的三个人 像联老 略行 随便哪个人的方法 都行 都把这个重点 说到了 那么他今天在此地提醒我们 把这些重要的开示都写在此地 我们多看看 多念 自己再试试看 那我们最大的障碍 就是 视缘 放不下 这才是真正 功夫不得了 功夫不得了 真正原因所在 我们对于 我们对六根 对六成境界 太在意了 太在意了 不肯放下 不知道 不知道六根 六成 六十 都是虚无恶 不是 都应该放下 尤其是年岁大队 中国古人 是以六十岁为老人 六十是花家老人 六十也家子 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 人到六十岁 就要为来生打算 为什么这一生 差不多过完了 六十是人生的 冬天 六十到八十 人生的冬天 把人生分为春夏秋冬 从你出生到二十岁 春天 这二十年 二十到四十 夏天 成长了 成熟了 四十到六十 秋天 该收敛了 六十到八十 冬天 要准备走路了 换句话说 聪明人 要准备来生 人死了 并不是救了了 有来生 六十岁以后 认真为来生着想 念佛法门 就是为来生 来生到哪里去 心里面 心里面向往的 是西方记录 怎么去 心 云 痴明 真心 切愿 没问题 没有问题 在痴明 痴明 印族说的好 能不能往生 全在幸运之忧 可见的 真心切愿 是能不能往生 最重要的关键 真心切愿 真心切愿的人 肯定把 事法佛法都放下 像经干净人 所说的 发上印实 后宽非法 都放干净 然后修 异象专业 那么他这一篇东西 完全着重在念的方法 这个念 怎样小业障 射心就是小业障 业障没有小 一面念佛 还是一面有妄想杂念 妄想杂念很多 止不住 这就是业障陷情 业障陷情有没有方法对付 念佛是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小业障 最好的方法 注重这个念 心深 口念 二天 特别 把这个心放在耳上 二天 为什么 你专心在听 听自己念佛的人 不是听外头的 容易学习 不出生念 我们心里悛念 有没有声音 有 别人听不到 自己清楚 还是要听 别人听不到 自己 齐心动念 那一声 这样他都是要留根 为什么 你不是不看 耳不识不听 人也看耳也听 没有放在心上 心里面 心里就是专听 自己念佛的佛号 这个重要 一切时 一切处 都要这样用功 那么这样用功 我会在此刻 特别给主义生命 你在走路的时候 在外面走路 不可以 你要注意交通 你这样下去 车撞到你 你要不要得 那就错了 那这是要注意路况 路况 尤其如果是自己驾车 驾车的时候 决定不能用这功夫 用这功夫 回出车祸 什么时候 在你平常绕佛的时候 佛堂 用这功夫 你自己家里院子 用这功夫 亲近场所 用这功夫 就对了 特别是早起 睡觉之前 用这功夫最好 这是我们非常感谢 资历瓦斯 感谢他提供我们这份资料 帮助我们 知道念佛方法 念佛的秘诀 念佛真消业者 比什么方法都快 你也用上 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自己功夫得力 就要劝个别人 自利利他 自他 谁不说 能接受的人 就要帮助他 这份资料 我们可以多印一些 放在 这个二楼 跟人家借缘的那些文件里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